畫面中兩名男子並肩走在深夜的街頭 不過其中一名男子手上竟拿著拖鞋 突然往對方的臉上攻擊 甚至用拳頭來回揮了至少五圈 場面相當失控 一旁民眾見狀趕緊出面制止 當街揮拳攻擊 嚇壞眾人 原來這名高雄的男子當時喝醉了 在9號半夜11點半左右想要辦餐會 於是到了朋友開設的餐廳 卻發現大門被聲索 在外徘徊了一會兒 沒多久一名男子就從店內走了出來 喝醉的男子卻用質問的口氣 問對方為何在這 沒想到卻爆發口角 手持三角錐等物品攻擊對方 現場一片凌亂 警方到場雖然男子已沒有衝動的行為 但這回他造成他人受傷和店家毀損的部分 可要為自己酒後鬧事的行為負起責任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請問對方為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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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